成峰2024中 第四次公演结束之后 马上就开启了第五次公演的选人环节 这次的三个队长 分别是陈浩宇 何杰和七薇 选人的规则也比较复杂 队长根据抽卡牌的形式来选 陈浩宇 七薇和何杰都想要选陈力军 他们就不断轮空 直到抽到陈力军的卡牌 这三个队长中 最先抽到陈力军卡牌的是陈浩宇 他也给陈力军眼神示意了 但陈力军没有回应 在自由选人环节中 陈力军被三个队长包围 七薇和何杰一直在劝陈力军选自己 陈浩宇就默默退出了 让陈力军自己选择 七薇对陈力军说 我一定要选择你 但陈力军还是犹豫不决 他也大概明白了陈力军的意思 就说让陈力军自己考虑一下 陈力军想了一段时间后 还是去了和解组 这时我就看到弹幕上 就有人骂陈力军了 说陈力军让陈浩宇伤心了 甚至还有人说 从今天开始要脱粉陈力军 陈力军选和解那一组 错了吗 按照我的看法 他也没选错呀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陈力军与和解组气场相合 陈浩宇族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他们那组的人都是比较小加碧玉的气质 身高也差不多 唱歌跳舞能融为一体 要是陈力军去到他那组 气场就被打乱了 陈力军整个人都比较硬朗 他的声线也很难和陈浩宇那组的人融合到一块 所以张于熙和柳妍加入他们那一组 是最合适的 你想啊 陈力军如果加入到陈浩宇那组 不就抢了陈浩宇的风头吗 陈浩宇在陈力军身边 就像个小挂件一样 会让陈浩宇的气场减弱 陈力军就像是陈浩宇的大姐或者长辈 他的气场没几个人能压得住 如果陈浩宇是一个小队员的话 他会保护陈浩宇 现在陈浩宇成长为一个队长了 就不想再抢他的风头了 和解组都是气场比较强的人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 他和和解留心在一个舞台 才是旗鼓相当的感觉 陈力军也是为了舞台考虑的 其次 想尝试新的可能 这都第五次公演了 陈力军自从没当队长后 存在感越来越弱 他和陈浩宇 柳妍 萨鼎鼎和七微这些人都合作过了 不想再合作了 和解是他没有合作过的队长 刚好和解又对他伸出了橄榄枝 所以他才过去的 七微虽然很想让陈力军留在自己组 但说实话 要是继续留在七微组 陈力军就很难被看见了 他需要在最后一次公演中 让人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舞台 我其实内心也希望陈力军加入和解组的 他虽然和七微 陈浩宇的关系比较好 但这是一个竞技舞台 要是一直捆绑 就没啥看点 最后 刘欣在和解那组 陈力军应该不是很纠结的人 他的性格很直爽 为何在选人的时候纠结呢 难道他就那么关注和解呢 他其实关注的是刘欣 陈浩宇 七微和刘欣 都是他的好朋友 但要是说舞台上合作的话 他会更欣赏刘欣 刘欣和陈力军 在舞台上的感觉是最合的 他俩都在七微那组的时候 我全程都在关注他们俩 陈力军当然也知道 要强强联合 所以就最终选了和解那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陈丰2024中 陈力军到了和解那组 然后和刘欣合作演唱《东风破》 也挺让人期待的 当然咯 陈力军选人那么久 也可能是节目组 故意让他做点效果 这样节目才更有看点 又或许节目组 让他去和解组的 也不一定呢 毕竟意想不到的组合 才会更出彩 陈丰2024即将迎来第五轮舞台公演 在第五轮舞台公演开始前 姐姐们再次重新组队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陈力军的选择 竟成为本期最大的看点 可是看到陈力军的选择后 很多网友都认为 他错过一个重要的机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陈浩宇所在的团 成功打败七微的天团 成为第五轮舞台公演的一团 可惜的是 蔡时云因为排名靠后 只能展示 离开乘封2024的舞台 看到蔡时云被淘汰后 七微露出非常自责的表情 她怪自己 没能保护好对方 看到七微落泪 很多网友都表示 虽然七微看起来非常洒 但实际上 她依旧是一个脆弱的小女生 根据第五轮舞台公演规则 陈浩宇继续担任队长 何杰因为第四轮舞台公演排名第一 所以她成为二团队长 而七微的个人成风值最高 所以她成为第三位队长 紧接着 三位队长开始选人组队 他们需要通过翻卡片的方式 选择心仪的队友 可以选择继续翻 可以选择停止 但只要抽到轮空 就失去选人的资格 在翻卡片选择队友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三位队长都有各自想选择的哥哥 陈浩宇想选择陈丽君 而七微想选择陈丽君 尚文杰 蔡文静 幸运的是 七微抽到蔡文静 两人也达成组队意愿 我们可以发现 三位队长抽取卡片的过程中 有的姐姐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但有的姐姐似乎都没有出现 而陈浩宇好不容易翻到陈丽君 决定停止选人的时候 陈丽君却没有反选陈浩宇 所以陈浩宇直接轮空 当进入自由组队环节时 我们可以发现 三位队长都想选择陈丽君 首先过去的是七微 和解紧随其后 而陈浩宇到陈浩宇座位前 发现七微和和解 正在争取陈丽君 看到这样的情况 陈浩宇表示 我不想为难她了 三个人都要叫她何必呢 当时七微对陈丽君说 就要你 然后她给陈丽君思考的时间 和解继续和陈丽君聊天 最终陈丽君选择和和解组队 在后期采访中 陈丽君表示 我真的抉择很久 我觉得可能到和解姐姐组里面 从各方面成员上看 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可能 看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们也十分理解 毕竟陈丽君与七微和陈浩宇都合作过 期待和和解碰撞出一些新的火化 从当前的情况上看 陈丽君选择和解队 并不是最正确的选择 大部分网友更偏向于陈丽君和陈浩宇组队 这档节目刚播出的时候 陈丽君就在众多姐姐中看好陈浩宇 他们直接成为彼此的第一选择 顺利地迎下第一轮舞台公演 并搭档完成第二轮舞台公演 陈丽君不当队长后 陈浩宇慢慢地崛起排名快速上升 并成为队长完成很多精彩的舞台 很多网友看 陈丽君2024就是科双城CP 如果陈丽君和陈浩宇组队 他们可以搭档完成一个双人舞台 所获得的陈丽君值必定会创新高 而陈丽君的人气和热度可以再次上升 通过观看节目 我们可以发现陈丽君的行程真的非常忙碌 如果陈丽君不能拿出出圈的舞台 他最后成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问题是以第几名的身份成团 毕竟很多网友都希望陈丽君可以C位出道 但目前陈丽君的排名出现下降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他获得第四名 陈丰2024五公分组选取 一共有三大阵营 三位队长分别是何杰、陈浩宇、七威 武功组队和选取的赛制式 卡牌加双向选择很刺激 选人时 刘欣先被四攻第一的队长何杰锁定 然后 在双向选择分组的过程中 一些姐姐迅速锁定了心仪的队友 而一些则陷入了纠结 两人抢手 特别是陈丽君和张于希 三组都想要 很抢手 张于希最后到了成锋一团陈浩宇麾下 陈丽君经过一番纠结之后 最终他选择了和解组 他的选择 无疑给和解组带来了更多的实力和人气 一人情商低 邀请陈丽君时 三个队长里面 陈浩宇是邀请了两次 第一次双向选择阶段 没被陈丽君选择 第二次 陈浩宇就很识去了 也是避免陈丽君太为难 所以过来示意了一下 没多说太多 最早放弃邀请 七微和解两人又一起和陈丽君聊了一会 七微很强烈地表达了邀请的意愿 但也还是给了陈丽君选择的空间 先退回自己队伍 只有和解不断劝说 又不甘心地守着陈丽君 恨不得对方立马做出决定 所以有人说 和解在抢人时 压迫感过强 显得情伤有些低 这也无疑给本就紧张的选人环节 增添了一些尴尬 当然 最终和解成功地将自己想要的队员纳入麾下 他还是很开心的 两人快碎了 陈丽君接收到三个队长发出的邀请 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前队友 手心手背都是肉 持续纠结了很久 无法做出决定 人都快碎了 最后选择和解组 应该主要也是因为有留心在 另一个是七微 七微组淘汰环节 刚有一个队员蔡世云被淘汰 情绪还没缓过来 选人时又被另一个老队员拒绝 更伤心了 图片选人时 没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人 选歌时候也不顺利 空有一堆策略 架不住手臭 运气不好 跟新队员默契也一般 排名在三个队长里面也是垫底的 哥也只能捡到剩下的 这一攻连续打击 七微也是快碎了 不过种种表情和反应 看着还是挺搞笑的